文明新建,以史为建,毁邦如来,活现地狱 作者史建 唐玄藏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 他在印度求法取经的时候 发现给孤独猿寺院外有三个深不见底的坑洞 在大雨侵盆的时候,水沟水池里都长满了水 唯独深坑里流不住水 他询问当地人,才得知传说中有三个害佛毁佛的恶人 在活的时候就掉到无间地狱里去了 战折婆罗门女就是恶人之一 释迦牟尼当年传她通过修炼所证悟到的戒定会佛礼时 由于她传的是正法 愿意围绕她听她讲法的善男信女也就越来越多 相反,婆罗门教虽然根深蒂固 在印度势力很大 但由于她已经彻底败坏 愿意信她的人也就越来越少 战折婆罗门女 远远地看见大众围着释迦牟尼听法 非常虔诚恭敬 她不思敬佛向善 反而起了妒忌之心 自言自语道 我偏要在今天羞辱羞辱释迦牟尼 败坏她的好名誉 好让我婆罗门教唯我独尊 她就怀里系着一个木饭碗 道给孤独员来 在大众当中高声宣扬 这个讲法的人跟我思通 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释迦牟尼的种 在战折婆罗门女谎言的极力蛊惑下 那些心理缺乏正信的人 没有不相信的 他们没心思听法了 有的焦头接耳 有的摇头叹息 有的随声附和 有的起身离开 然而那些正信坚固的人知道 这全是毁霸 继续听如来讲法 天神为了解除大众对正法的怀疑 就变成白老鼠 将戏饭碗的绳子咬断 绳子砰的一声断掉了 声音之大正惊四座 随即木饭碗从战折婆罗门女身上掉下来 真相大白 大众这才恍然大悟 喜不自生 一人站起来捡起木饭碗 给战折婆罗门女看 笑问 这就是你的孩子吗 这时大帝忽然裂开口子 战折婆罗门女整个人陷了进去 坠入无间地狱 在无间地狱里 偿还罪业的痛苦永无间隙 永无中止 罪人在毁灭中永无转生之日 一般罪人在死后才下地狱 但是害佛毁佛的恶人 因为他的罪太重 随着他张口一骂举手一打的同时 他的元神就已经掉下了地狱 而且是无间地狱 虽然这不一定表现在我们这个表面空间 但有功能的修炼人 有功能的和尚 用天目都切切实实看到了他的可怕下场 在人类道德败坏的时候 一定会有神佛下世度人 挽救众生 在神佛传正法时 也一定会遇到败坏了的恶势力的阻挠和毁谤 然而邪不压正是天理 打击善良的最终只能自食恶果 中共迫害法轮功不也是如此吗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 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 以真善忍为根本之道 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前 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广受欢迎 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 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 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 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 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这么好的功法 中共邪党和江某流氓 出于妒疾却非要除之而后快 为了抹黑法轮功 他们动用一切宣传机器 铺天盖地给法轮功造谣 倾尽异国之力 极尽暴力谎言之能事 然而 恶人始料未及的是 他们不但没能三个月消灭法轮功 法轮功在全世界的影响反而越来越大 至今 法轮大法已洪传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 或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信函3000多项 转法轮成为世界上流行最广的书籍之一 中共精心炮制的谎言 自以为天衣无缝 到头来破绽百出 在法轮功学员的揭露下 一个个被戳穿了 真可谓人算不如天算 善恶有报 天日昭昭 贵州省平堂县一块骑石上京县 中国共产党王六个大字 到目前为止 已有超过7000万大陆百姓 用化名退出了中共各种组织 中共表面上苟言残喘 其实江某的蛤蟆元神 和中共的赤龙邪灵 早就被打入无间地狱了 在天灭中共之际 诚心祝愿 所有曾被中共邪恶谎言 毒害了的人 不管在无知中做没做恶 都能认清中共 都能明善弃恶 犯过错的 都能抓紧时间将功补过 被恶魔迷惑的 都能被大法真相慈悲救度